欢迎来到Mr.林昭亮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于8月1号周日晚间 在中半岛Millbury设宴欢迎 目前正在旧金山举行的 台北大师新秀音乐节 台北 Music Academy and Festival 也就是TMAF的音乐家和学员 台北新秀大师音乐节 是由来自台湾的国际小提琴大师 林昭亮崇拜 邀请多种乐器的国际知名演奏家 与音乐学院教授 来知道经过甄选后脱颖而出的乐坛新秀 前两届音乐节都是在台湾举行 今年因为台湾5月初爆发了新冠疫情 因此临时被迫喊停 所幸在旧金山台北姐妹市委员会 与旧金山音乐学院的鼎力相助之下 整个活动紧急移到旧金山如期举办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赖明奇 对音乐节移到金山湾区表示 由中欢迎 林昭亮也感谢旧金山台北姐妹市委员会主席 川普总统认为我们需要帮助 帮助 參與音樂節的學員多數為台灣背景 但多半有國外求學的經驗 學員們參加之後感到獲益良多 之前原本安排的老師 是我本身在新加坡大學的老師 然後就跟我說我可以參加這次的音樂營 然後我就有報考 然後就很幸運的有被征選上 其實我們有四個台灣人 先從台灣過來先打疫苗 就是TNF的隊伍對我們很好 就是先讓我們現在打疫苗 然後就是先算是自我管理這樣子 然後再來參加這個音樂節 然後這裡的老師都非常棒 而唯一位沒有國外求學背景的台灣學員 也覺得這一次來美的經驗非常有幫助 我是主修小提琴 錄曲的人比較多 但是學的人也很多 所以是一個競爭比較激烈的樂器 原本會想要參加 就是因為TNF 它在我練的大學舉辦 所以我就想說 很難得台灣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音樂營 所以我就報名了 這個音樂節有14天 然後每天早上可能就是會有個別課 就是自己一對一跟老師的上課 然後下午就是練樂團 或者是室內樂的練習跟上課 然後晚上會有自己的時間 或有時候也會安排一些大師班 或者是Mock Audition 就是一個樂團的模擬真實 是很特別的一個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美國 所以我整感覺都很新鮮 然後這一切都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新的挑戰 然後再加上認識了這麼多來自美國各大名校的學生 然後我可以有機會跟他們一起拉樂團 一起組織內樂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講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TMAF音樂節執行長林昭亮夫人何瑞燕醫師 希望各界能夠支持這樣的活動 幫助更多有才華 有潛力的樂團新秀能夠成長茁壯 感謝所有支持這個音樂 音樂節的所有的朋友 就說我們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幫忙 我們需要觀眾 我們需要很多人給我們打氣 也需要很多人給我們一些金錢上的贊助 精神上的贊助 友誼上的贊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這個音樂節 會變成一個所有喜歡音樂的人的一個共同的一個夢想天地